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五十节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夫子 耶稣听见就对她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救必得救 还说话的时候 是指当时耶稣正在跟一个换了 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说话 因为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 血漏就止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报恶训 向广会堂的人说 消极没有信心的话 每一天我们张开眼睛 就会听到许多负面消极的事 生活中充满了很多 让人沮丧的声音和思想 即便众人都亲眼看见 一个血漏十二年的妇人 一摸耶稣就好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仇敌借着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消极没有信心的话 想要败坏管会堂的人的信心 耶稣听见却不受影响 他对埃鲁说 不要怕 只要信 看环境 听负面的声音 只会让我们灰心惧怕 然而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耶稣有医治的大能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